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博这张新闻 我是彭玉菲 新闻首先来看到 为了确保大甲溪水源的水质 不再受到污染 而且污水能够循环再利用 台中市政府斥资1.78亿元 在和平区的谷关新建水资源回收中心 动土典礼这一天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亲自出席外 也在会中表示 大甲溪沿岸岸水质水源保护区 整治规划四处污水处理系统 谷关水资源回收中心为最后一块拼图 盼两年后能够顺利的完工 拜 台中市长卢秀燕手持清香 带领众人祈求工程顺利 为确保大甲溪水源水质不受污染 而且污水还能够循环再利用 台中市政府斥资1.78亿 在和平区的谷关新建水资源回收中心 谷关这边是原住民的区域 所以我们在水资源 其实它整个污水处理厂是坐在地底下 上面只有机房 机房的外观我们特别用原住民的图腾 来做美化 希望大家进到谷关的大门 就可以看到很特别的建筑物 市长卢秀燕表示 大甲溪是台中的母亲之河 是大台中重要的水源 因此市府积极推动 大甲溪沿岸水质水源保护区整治计划 规划有四处污水处理系统 其中梨山、环山以及石缸坝 三处系统都完成 谷关是最后一块拼图 相当的重要 我们在大甲溪的刘域 要新建四座的水资源中心 处理民生废水 那其中三座已经做好了 包括梨山、包括环山、包括石缸 那今天开工是最后一座 就是谷关水资源中心 那它就是最后一块拼图 那整个工程经费大概1.78亿元 那预计新建两年左右 就可以完成使用来接管 这个民生废水来处理 让我们的大甲溪不会被污水给破坏掉 提升当地居民生活环境品质 水资源回收中心的新建相当重要 另外也要同步加速用户接管作业 让家庭污水都能够统一集中处理 减少大甲溪流域水质污染源 进而让古关文化观光产业的发展 可以更加的快速 凯博中章新闻记者陈阳源和平采访报道 和平区的环山部落周边 与市府在短短的八天就回复污水 一张张照片显示出大火烧过的横击 和平区的环山部落因为一场森林大火 烧毁部落的供水管线 造成部落160户无水可用 在部落居民的沉浸之下 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投入148万元 立即启动抢修并且重新配管 周遭附近的农民朋友 也有接用他们的山泉水来使用 可是当地住户将近200户这样的一个居民 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用水根本就不够 那常常是水是等于就是做管制的 可能就比方说晚上放水 那白天就没有水可以去用 那最多就是可能就是可以去洗澡 经过了好几次的会堪 然后呢他动用了紧急的一个处理方式 公文的流程只有大概两天 一天不到 然后我们就马上上山来会堪 然后马上找厂商来修复 部落的舞蹈团跳起了太亚族的传统舞蹈 欢喜迎接有水可以使用 通水典礼的这一天 几乎全部落总动员前来参与 请紧动 台中部落前水 市府表示 这一次修复工程在众人齐心努力之下 短短八天就恢复了民生供水 很感谢施工人员尽全力的抢修 我们前一阵子有下大雨 那最主要还是施工 这个比较泥泞 比较不好施工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 要紧急把这些塑胶管 这些原料 工料把它带到山上来 又很紧急 所以我们也非常谢谢包商 都能够配合我们的行程 我们经过八天的施工 就可以来附水 未处偏远山区的环山部落 原本生活各方面就不方便 又遇到无水可用 让部落居民是更加困扰 所幸在八天内就抢通 并且恢复供水 部落民众第一时间打开水龙头 看到有水都非常的开心 直说感谢大家的帮忙 海波中章新闻记者陈阳源 和平采访报导 再来看到陆港区综合行政大楼 行建工程 在日前由彰化县长王惠美 主持动土典礼 整个工程预计于 114年12月底完工 完工后会有4个局处 9个单位进驻 期待未来将成为城市新地标 陆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工程 在地方居民的期盼下 工程即将动工 彰化县长王惠美 陆港镇长许志鸿 福星厢长长燕灯 等多位县议员 和各界代表在动土典礼上 祈求工程顺利 如其如之完工 第一产开工顺利 开工顺利 祝福开与平安 国泰与平安 第二产动土平安 神威显赫荣耀地方 第三产圆和吉祥 祝福工程顺利圆满吉祥 彰化县陆港区综合行政大楼 可以说是全县第一栋 整合景镇 护镇 设镇 捍卫镇的行政大楼 未来将更全面性的来服务相亲 大楼是我们六港地区 政合团包括我们的分居所 和政居所 玉婴中心 亲子馆以及我们的日照中心 当时也会把我们的食物银行 我们的辅具修理 自愿的一个资源整合中心 以及家庭福利中心 通通整并在这栋大楼 总共是五层楼 面积将近有2000平方公尺 预计在114年12月来完工 提供给我们大陆港地区的乡亲 能够有更好的洽工环境 以及好的从零到一百岁的照护 总经费总共是两亿六千七百多万 中央补助一千九百四十四万 县政府另外拿出了 大概两亿四千多万的经费 来做这栋大楼的一个新建 我们希望能够如期如值的来完工 然后能够提供给我们大陆港地区的乡亲 有更好的服务 大楼预计在114年的12月底完工 希望完工之后能够服务更多的民众 提供乡亲朋友更多元优质 且便利的洽工环境 凯博中章新闻 林归英 福星采访报道 陆港福星乡亲发出怒吼 坚决反对张斌行设焚化炉 立委陈寿宝福星厢长蒋燕灯县议员郭燕林 环保团体等地方名医代表 邀及经济部工业局陆港正公所与金鼎公司 前往施工现场 针对金鼎公司违法动工部分 要求回复原状并于限定勘点拆除项目 这太可恶了哦 陆港张斌工业区的这个工地 就是盖焚化炉的地方 厂房的结构都已经盖起来了 针对违法动工的部分 地方相信要求拆掉回复原状 求工业局邀及相关的单位 到金鼎公司违法施工现场 来要求金鼎公司要拆除这些项目 并现场来勘点 这些需要拆除的有哪些项目 那应受拔的要求 以及现场民众的意见 做成的决议 就是围离的部分呢 要做成穿透式围离 让民众可以清楚的监督到内部 没有任何违法的情势 那违规单所列的这些违规的项目 一定要全数拆除 还有地平的部分呢 也要尽数的清除 现场一些机器组 都会全部的移除来恢复原状 那金鼎公司在两天之内 一定要拆除计划 尽数的来承报工业局 尽数的决定 什么时候进场来拆除 担心焚化炉产生的飞灰 会污染周边生态 立委陈秀宝 附近乡长蒋燕登 现议员郭彦林 施沛于蓝俊宇等地方的民意代表 以及渔民环保团体一起发声 希望焚化炉这个案子能够直接撤案 代表会跟草原乡所有的乡民的坚持 坚持划出我们的金顶文化炉 从我们习近乡府来设置金顶文化炉 我们希望他去白亚找素材 不要再去 因为草原乡有很多产品 他在这里做 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乡民的农季 的生产 我们希望他能够贴销 这个案子 够贴我们六港 要求金顶公司针对他违法项目 这些违章建筑下去做拆除 那他有三座的违章建筑 以及那个电力站 还有现场我们有一些水泥 已经恐吓的一些水泥 我们有要求他恢复原状 那站在我们民意代表的立场 以及我们自救会的立场 我们要求的是金顶公司 不要在我们入港张宾设置焚化炉 因为我们彰化县并没有这个需求 金顶公司的焚化炉呢 它是事业废弃物焚化炉 而且是要烧全国性的焚化炉 所以我们彰化县并不需要这样的焚化炉 加上焚化炉的密度 已经是全台湾最高的地方 为了我们的彰化县民的食物安全 那居住品质以及健康安全 还有我们下一代大家的成长的一个环境来考量 我们希望未来也不要再有任何焚化炉进驻 经过讨论之后 现场要求金顶公司针对陆港政工所发出来的 违章裁罚项目要全速拆除 围离部分改做穿透式围离 水泥地平部分跟发电机具要全速拆掉 金顶公司也要在两天内 承报工业局订定拆除时间 开播中央新闻 林贵陆港采访报道 台湾肾脏病的发生率及肾行率高居世界第一 不少肾友每周都必须有三天到医疗院所 透过血液透析的方式洗肾 为此就医院建议透过附膜透析的方式 让肾友自己在家就可以操作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哇 贵贵那是什么 Magic 无数型凯阔大电视 还有 哇 迪士尼plus 爸爸好厉害 无数型凯阔大电视零原带回家 迪士尼plus 买video无限看 再升级4K Enjoybox 天竹组织超超 啊 呀 呀 呀 除了零原带电视到家 还有就会电视好看 零原带是大家哦 凯阔大宽平 你的娱乐行家 现在收看的是凯博中章新闻 我是彭于飞 台湾肾脏病的发生率及肾行率 高居世界第一成了尿毒指导洗肾指导 不少的肾友每周都必须有三天到医疗院所 透过血液透析的方式来洗肾 难以兼顾工作 这时候医院就会建议透过父母透析的方式 让肾友自己在家就可以操作 过去要全身麻醉 动手术 在肚子里面埋罐子 现在只要举步麻醉 再门诊就可以完成 伤口效随即可以进行附膜透析 台湾正在洗肾的人数超过八万八千人 大医院甚至是一般诊所都有洗肾室 只是一周就三天要去医院洗肾 对上班族来说相当不方便 很多的诊所或是甚至医院 它其实并没有提供附膜透析的服务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这附膜透析的病人可能就比较少 但是我们都是很强调就是说 病人要有知的权利 所以两种透析的方式 的了解跟选择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必要 肾脏科医师说 目前很多个案都很年轻要兼顾工作 现在只要在门诊用微创的方式 在腹腔埋管 之后患者就可以在家自行洗肾 那这个个案其实光是这 请假一两天 对她来说都非常的一个困难 那个案是一个年轻的女性 其实也很在意这个肚子上的一个伤口 那我们这个床边止管的手术 其实它的伤口也比传统说的舒适小 那整个治疗完成之后 在整个肚皮上 大概就只有一个一公分左右的一个小伤痕 所以这个病人来说 对这部分也是相当的一个满意 医师进一步指出 虽然医疗科技很进步 肾脏药不好 千万不要走上洗肾这条路 加强肾脏病的防治定期检查 尤其是高血压 高血糖和高血脂的三高患者 要特别注意 凯博中张新闻 张学亮彰化采访报道 小朋友太容易哭闹 这很可能是发展持款的现象 为了能够更全面性的照顾 小朋友的健康 张化线卫生局 率全国之先启动张化线 儿童情绪照护三步骤 一观察 二评估三转介 已经有27家诊所35名小儿科医师率先参与 让家长们能够遇到儿童情绪问题时能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 当父母的最害怕碰到小朋友无法控制情绪 一直哭一直闹的时候 因此小儿科医师就会建议 先稳定好自己的情绪 再好好倾听小孩想表达的事情 除了正下来面对小孩的情绪 小儿科医师也会透过科学化的方式 来评估孩子的生理及心理问题 这有25个问题 这个调查表25个问题 简易易懂有效 经由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使用 发现它的有效性大于80%以上 张化县长王惠梅指出 儿童情绪障碍很有可能是因为发展失缓 张化县政府从民国94年开始 建构儿童健康照护网 提早发现小朋友的问题 把握黄金治疗期 朝期介入做治疗 持缓的孩子们相对 他也是儿童情绪 这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孩子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 从家长观察孩子的状况 那有必要就来到我们专业的医师 这边来做评估 那评估之后有需要转介治疗 我们再来去做转介治疗 或者透过医生们 跟大家做的简单的一个卫教 让大家在孩子在家里面 就可以好好的辅导孩子 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快乐学习 张化县医师工会理事长表示 从专责医师的制度 儿童筛检 到现在可以说是全国首创 张化县的医师 一定会全力来支持 一起守护小孩的健康 儿童情绪的筛检 我觉得在这个医疗的人类照顾上 应该是一个非常一个用心的区块 我们医师工会会秉持这个医疗服务的精神 继续配合我们的县政府 配合我们的卫生局 张化县在全国之先启动 儿童情绪照顾 已经有27间诊所 35位小儿科医师支持 家长若是遇到 儿童情绪问题的时候 可以有更好的方法来处理 减轻家长负担 凯博专杂新闻 张喜亮 张化采访报导 为了关心偏远山区教育 台中市长卢秀燕 在和平专案当中 特别安排到 离山国民中小学来视察 除了实地了解学校的教学环境 与现况外 更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教室 了解学生使用平板的学习情形 他也对偏向教育坚持不懈 用心付出的老师们 给予肯定与感谢 由国中部学生所组成的 泰雅歌谣合唱团 结合现代爵士乐 和传统原著名鼓谣的 创新曲风 迎接贵宾的到来 台中市长卢秀燕 这一天与各局长来到台中市最高学府 离山国民中小学 实地了解学校的教学环境与现况 这些教职同仁留在海拔最高的地方 来教育陪伴我们的孩子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那在这个优质的这个教学团队的带领之下 孩子们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好 从这个幼稚园到一直到九年级 真的孩子们非常的努力 那当然学校这么努力 孩子这么努力 我们的这个市政府更要努力 所以我们这次要上来看看 学校办学的情形怎么样 那有哪些设备或是哪些需求还需要再增加 好 老师要请你用50元的硬币 还有10元硬币 看着小朋友认真上课 并且用平板操作 让市长卢秀燕也忍不住进入教室 与小朋友们互动 现场可以说是活泼又有趣 教育局表示 近几年来 补助离山国民中小学 有9台行动充电车 158台的平板 达成每位学生用平板的目标 我们操场的以及周遭的 PU跑道以及篮球场的改建 那另外呢 还有司令台把它变成一个 学生可以灵活使用的大地舞台 学习的设备上面呢 市府呢 优先给我们和平区的学校 那我们每个学生呢 都有一部平板 那光是我们学校呢 就有9部的充电车 以及160部的平板 除了软体的到位以外 在硬体建设方面 有全新的跑道 让孩子奔跑 还有以台湾五大山脉为主轴 把特色融入在学校的司令台 以及楼梯间当中 校方表示 以山林美学为核心 希望能够发挥尽教功能 让孩子们能够在潜移默化中 永远记得家乡壮阔的山林之美 海波中章新闻记者 陈阳源和平采访报导 今天的课研晋升区的单元 要来教大家认识课语 透过镜头一起来学习 学年清晨期 欢迎收看学年清晨期 来学台湾五 今本日会教台湾的习 书会冤极 年会冯草 这个的意思是说 树枝要柔软 人要硬直 也就是树 为了要生存 枝干要柔软 才可以随风摇曳 而不被吹打 而人要生存 这腰杆就要硬 才不容易被打败 比喻顺应环境 顺势而为 举例来说 小民进入到社会工作之后 知道要顺应环境 顺势而为 所以在职场中适应得相当良好 这就是 这就是 书会冤极 仅会冯草 他会把我提起 又担心一拜 书会冤极 仅会冯草 按这些 练书会冯草 枫园区的枫东国中 孝林有55年 常年下来多处墙面 出现裂缝以及漏水的情况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散毒再进化 毒品新增人口下降 只是第一步 我们更要支持戒毒者 当他们失去接纳支持 毒品可能又趁虚而入 政府提出再犯防止推进计划 减少毒品带来伤害 更需要用友善 接纳关怀 支持戒毒者 回归正常生活 欢迎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树顿 里面 立委将启程与相关单位 来到校园会刊 由于丰东国中 是台中市 第二大公立国中 失身人数超过2000人 校内有4栋 屋林55年老旧校舍 多处墙面出现裂缝即漏水 管县老旧 并且有多处破损 让教学环境的安全亮起雨灯 但是在這個環境裡面,對學生來講擁擠,更重要的是危險,很危險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藉由我們各位名義代表以及我們上級長官的力量 讓我們學校有一個新的校舍 這個學校,老實講,是真的校地太狹小,所以要改建其實蠻辛苦的 所以今天經費到位,更重要的是後續的新建工程的設計還有時程的安排 還有學生上課、教室調配的這個安排都很重要 為了讓孩子們有優質的學習環境,立委將啟程爭取3.76億元經費 要來改善封東國中牆面出現裂縫及漏水情況以及老舊校舍的改建 另外封田國小的仁愛樓經鑑定之後,多處也出現結構性損害 專家也建議拆除重建 我們希望在這邊一起告別老舊校舍的那一種擔心 甚至夢魅,尤其有時候地震發生或者是有一些強症的時候 我們都會擔心這些老舊校舍能不能撐住 那就是把這些錢花在寶口上 像老舊校舍說再見,封東國中以及封田國小經費到位 目前已請設計師規劃設計兩校園的未來藍圖 一旦全面完工之後,孩子們就有住最高職的學習環境了 開播中章新聞,記者陳陽元、楓元採訪報導 石岡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場總面積約有857坪 隊員們在十多年前,將其中60坪的閒置空間打造成幸福農場 利用下班後的閒暇時間依照不同的時節摘種不同的蔬果 每年收成時都會和鄰近的關懷據點、老五老基金會等地方弱勢團體合作 贈送他們豐收的蔬菜 隊員們的善心意舉成為地方美談 有的人彎下腰,在種滿蔬菜菜田裡尋找雜草栽除 有的人則是提著水壺,澆灌菜苗 這一處開早整齊的農場 是石岡區清潔隊員辛苦維護並細心照料的成果 不僅栽種的人感到幸福 希望收到蔬菜的人也能獲得幸福 因此取名為幸福農場 我最喜歡他們就是那種為善不育人知的心態 從事這種就是把自己種的這些有機蔬菜送給 比如說華山基金會或者是老五老基金會 或者是一些弱勢團體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還蠻喜歡看到老人家吃得滿足吃得開心那種笑容 把這些菜捐助給一些弱勢團體 像老人家看到他們用我們的菜 就覺得還蠻高興的 石岡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場 總面積大約有857坪 隊員在十多年前將其中60坪 慢慢開墾為現在的幸福農場 利用下班的前轄時間 依照不同時節 載重適合的作物 不僅充分利用閒置空間 也希望能夠翻轉資源回收 給人的髒亂印象 我們平常要看季節 因為蔬菜有季節性 通常像秋冬的話 就十字花科的 高麗菜 芥蘭菜 芥菜 一般的話 像韭菜 平常都種著 如果是夏天 春夏的時候就 刮果類 就利用休息時間 就傍晚就來噴個水 拔個草這樣子 傍晚噴水 蔬菜在成長也會長得比較漂亮 改造環境 透過栽種蔬果 讓資源回收場重新蛻變 隊員細心栽種的蔬果收成後 也會分送給在地的弱氏團體 這些利用阿西亞物培養圖作為肥料 並以大甲吸水灌溉的健康蔬果 豐收喜悅 加上隊員們的善心意舉 先為地方美談 改播中央新聞 記者徐茨洋 時鋼參謀報導 新聞的最後 帶您來關心中台灣的一周氣象 我是彭宇菲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新研究 Iraqi 和様子 您 成功